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2月29日星期四 欢迎收睇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 洪艾尔 今早有洪艾资本投资总监李泽明 Alan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lan 早晨Irene 昨晚美股跌了200多点 但早上跌幅收窄 恒指夜期跌70点 低水过8点 多间公司业绩出炉 稍后Alan 会和我们分析一下 大家有个别股票而难 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借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股星期三是偏远 美国去年第四季的GDP中值向下修正 去到增长3.2% 差过预期 投资者观望的是星期四出炉的一月份通胀数据 道指低开之后曾经跌了230点 收市跌幅收窄到23点 报38949点 标指跌0.17% 报5069点 纳指跌0.55% 报15947点 10年期美债息回落 美汇指数104点水平债幅波动 加密货币一哥比特币的升势未停 两年来 两年多来首次升穿6.4万美元关 招点美股 马苹果公司传出中止开发电动车计划 之后股价曾跌超过1% 收市跌0.7% Tesla已完成Rollstar生产计 预计可能明年负运 股价升超过1% Google母公司Alphabet跌了1.8% NVIDIA跌大约1% 另外美国最大健保集团 联合健康传出诸斯法导反垄断调查 股价跌3% 就是最弱的导指成分股 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百度公布业绩之后 美股的股价急卸8% 只算收在101.09港元 比本港收市价低大约5% 其他波及股亦佛力 京东美股低港股2% 美团跌近2% 腾讯和阿里跌大约1% 网易跌0.5% 汇丰控股ADR 只算布60.26元 比本港收市价升近1% 友邦跌0.7% 港交所跌超过1% 看看今早外围市况 先看看导指期货 跌50多点 亚太区股市方面 普遍都要向下 其中日本股市跌大约0.5% 日经平均指数 39,015点 跌192点 南韩市方面跌大约0.4% 澳纽股市 澳洲跌0.1% 新西兰市跌0.5% 恒指黑期跌过8点 我们先和Alan谈谈外围的情况 因为美股上星期创了新高 今个星期轻微回吐 真的很轻微 联储局着重的通胀指标PCE 今晚就会公布 当然大家现在已经不理会 联储局的政策如何走向 即是AI炒得很开心 想问的就是 美股这个强势可否延续到3月份呢 以及会否有一个招待中的AI呢 我想分两边 如果是AI相关的股份 那的确和联储局的决定 就没有太大关系 你看到就是一路加息的环境下 或者是迟迟不减息的情况下 AI相关的股份 即是相关的企业 其实它的earning 都是逐步攀升的 因为美股的升势或者走势 其实你归均结底最终 都是要看企业盈利的变化的 因为AI的确在这段时间 尤其是在去年下半年 对相关企业的盈利贡献 是相当显著的 所以只要它的盈利增长 其实它的股价的强势 或者是这个炒作的风气 我认为都会持续下去 但是AI以外那些 的确真的会受到 搜联储局的决定所影响 我想就包括零售 尤其是美国的房地产 这些我想就对息率的敏感度 是相当高的 所以我想就联储局的决定 或者是今晚出台PCE 对于这一类的企业的影响 我相信是会大很多的 尤其是从过去几个数据 大家都估计到 我相信今次的PCE 都不会是特别低的了 因为过去几次 无论是失业率的情况 无论是GDP 也无论是从PMI 或者是之前的CPI 出来看 我想就是美国的通胀 就是落到三户这些位置 其实有一定的银性 很难就在短期内 就在一步将它压到三二下 或者甚至联储局的目标是二以来 所以对于联储局来说 可能就未必那么快 或者未必有一个迫切性 需要那么快是要减息 我想今年是会减息的 但是最多可能是 第二季度尾 或者第三季度初的时候 可能上升息减一次 年底的时候可能减多一次 这个减息就有一个指导作用 或者是一个趋势上 大家都看到息率见顶 开始回落 但是回落的速度 或者你单纯是减一次 或者减两次 我相信就对于一些 息口敏感的资产也好 企业也好 其实未必会有太大的帮助 所以我想就今年美股 我相信仍然是看好的 但是看好的方向 都是与一些 AI 互联网 或者是那类相关的企业 那除此以外的话 我想就未必那么快 会出现很明显的复苏 尤其是美股的公用板块 因为之前大家觉得都加完息 那息率开始下降的时候 那对于这些息粒最敏感的 当然是公用板块 因为公用板块 大家卖来收息的 所以据价值或者估价 和息率就完全有一个正相关的 所以只要息率降的话 其实价值就自然会提升 那现在息率很明显的降幅 是真的比较慢的 但是就很多的公用板块 其实之前已经升了上来 即是炒息口见顶 有几个回落的时候 未真正回落 那其实这些板块都已经炒上去 那所以这些板块 可能会有比较大一点的调整压力 那包括房地产或者金融板块 都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单纯科技互联网 或者AI的板块的话 我认为未来的团势有强势 应该都会自重 是 可能看板块 走势可能分化一点点 整体来说美股的走势也是一篇好 港股又怎样看呢 转体一看港股上的表现 就问Alan 通常大家都说港股真的很难看 昨天大家很关注的 财政预算案就发表了 港股的期节结算日 受到科网和金融股向下拖累 恒指高开之后反复偏远 全日跌了253点 收报16536点 剩交亚1070亿 波子跌了超过2% 报3426点 政府全面撤销 楼市辣椒 本港地产股亦是升 密审世界发展一度升超过9% 收市就升幅收集到近3% 恒地升近4% 代理股美联秋升3.3% 方网股普遍收额 腾讯和美团跌2%和4% 网易就议市升超过4% 碧桂圆接获清盘成请 股价下错超过1.2% 北水盘路 北水录得14亿淨流入 连续第10个交易日吸资 至于北水主力买中移动 全日录得312000万淨流入 理想汽车和燃矿能源 都分别吸资1亿7000万和1亿1000万 而个股证流出方面 腾讯走资5亿7000万 美团和小鹏走资1亿7000万 继续和Alan谈谈的港股 刚才我一问港股 你已经有点失笑了 等下解释一下 究竟是否真的这么难看 因为预事案公布 大家当然是否又派档 又有什么减身风水又行 但最终港股也不太升得起 当然地产板块就升得起 等下会再详细地产板块 但昨天港股是否 A股也急跌有个拖累呢 走势上看到恒指连日 都挑战100天线都未能成功 你看港股转一步反弹 阻力大不大呢 究竟如果在投资角度 财政预算案有没有什么亮点呢 其实如果不牵涉个人感情的话 其实港股又不是这么难看的 只是大家在香港成长 炒了这么久港股 对港股有一定感情的 那你牵涉感情的时候 你发现港股就真的很难看 很难看的原因 是因为港股很难升 那财影预算案 大家都看到了 其实对港股帮助是有限的 而且昨天真的公布了之后 其实是港股先跌的 然后才看到A股 有一个很明显的调整 那我想财影预算案 主要是令市场没太大的期望 包括如果是跟金融市场相关的那些 我想就牵涉到金融市场相关的那些 那一是就是以往其实都是在做的政策 那其实都是重新说一次 那如级纳不同地方的资金 包括东南亚或者是中东的资金 那但是就 这个不论难度有多大 那因为实际上 就是无论东南亚或者中东也好 那其实那个 总体的资金量是有限的 那虽然你说中东 就是无论沙地亚卡塔尔那些 可能是个人来说 平均资产相当之富裕 那但是就 就他们可以取得出手的 总体量的话 那尤其是你说在那边发行港股的 一个ETF的话 那你可以看看当地的股票 股市的成交量 其实尤其是银 那你都知道 其实就对港股来到港 可以说是杯水车身的 那其中 就是大家 就是业界 那其实就是比较着重 或者是期待或呼吁的 可能就在一步 将个交易成本降低 那就是减印花税 那其实当中是没有任何的着物的 那我想整个施政报告 那其实就着物比较多 或者是令到市场稍微有点惊喜 就唯独是关于地产板块 就是一些辣椒 基本上是全撤销的 那除了这个 这个令到市场supply之外 那另外就一来就没有派堂 那也都没有派消消费券 那还有就那个 就是身份税那个的减免 那其实也是再减半 因为就 就是曾经 香港有很长一段时间 那其实就是身份税的减免的上限 是去到两万元的 那然后就是这届政府 那其实上届政府就开始了 就由两万变一万 然后变六千变三千 那可能就是템년年年墓 超级三千 Moon 也没有 那这个因为牵涉到那那个 纳税人的层面是比较广 那那所以这个变相是交了新疯 Thunder 那我想就对于零售来说 居民消费力来来说可能会有少少影响 这个会有机会影响到零售 然后对于高收入人群 例如年收入超过500万以上那些 实际税率是由15%升到16% 这个可能也影响了香港的一些 稍微高短一点的消购费 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 所以你说唯一有机会可以利好到的 可能都是一些地产相关的办法 明白 地产相关的办法一定会问你 那如果经常说恒指的走势 你又怎样看呢? 3月份来着 有没有再弹呢? 恒指的走势我想短期就有一定的调整压力 调整压力源于两方面 刚才提到其一个就是对于预算案 可能稍微失望 就是缺乏一些本地的刺激因素 其次就是跟内地的A股有少少关系 因为上个星期 因为大家看到人民银行 还有意外减少了这个 就是五年期的LPR减少了25个Bib 所以再加上大家看到是国家队 其实买货托市的意愿是相当积极的 但是就将A股 例如上证 由这个2700然后托到上去接近3000点这个位置 反弹就只有10%了 看到就是其实国家队入场的意欲就开始减低了 另一方面就是暂时这个是未证实的 因为昨天就看到很多内地A股的群 或者投资者都在说 或者国家队有少少撤出的迹象 这个暂时未证实究竟是没有沽货 但是也符合我想国家队的首映 或者国家队的意念就是 首先就是这个救市基金入场 那只是阻止那个释放在一步下跌 加上之前可能有很多雪球类型的衍生产品 又加起来做跌幅 所以在出现一个很明显的滚雪球下降的危机的情况下 其实国家队入场托市 我想就有一定的理由 但是它托市的原因不是要制造一个人为牛市 就是它不是打算 就国家队独力将指数 就是托上3000点、4000点、5000点、6000点 就是我相信就没有这个打算 也都没有这个能力 暂时例如也都看 所以就去到这一刻 我想就入场的力度减弱 是导致A股禽的一个大幅调整的原因 你不要见上证 就是这些大型的指数 其实调整幅度不是那么大 可能都是0.2%之间 但是如果你看些 就是包含中小盘的指数 例如中正500、中正100和中正2000的话 其实调整的幅度是相当之大的 我平均来说是去到3-6%的调整幅度 就是一些中小盘 就是A股的中小盘 就是出现一个下跌的情况 是更加严重的 我想这个也是进一步拖累港股的 所以如果在今天或明天 其实内地A股仍然是一个调整格局的话 我想对港股来说 都可能会有进一步下行的压力 至于下个星期市场的憧憬 或者焦点就开始转移了 下星期就已经进入了两会 那两会期间或者之后 大家都觉得应该会有